在Photoshop中 我们可以 设定图样中 图样链器中 图样的显示方式 在编写系统中 图样在 图样链选器中 可以由使用者自行选择 它的显示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选择 第一个 这边有所有的图样 图样链选器的 加示箭头 选择图样以后 再点图样这边的链选器 这边你可以选择 有一个 圆形的小 三角箭头点一下 你可以选择它是文字 是有文字的部分 还是说它要小型缩图 或者是大型缩图 甚至于 是小型清单 就是说文字加小的图样 或者是大型清单 文字加大的图样 这样子都可以 看哪一种方式对你最适合的话 你就选你习惯的那种方式 就行了